他先上桌祖雄帶來的是 健美蒸雞蛋炒飯 祖雄可是有拿運動營養師的執照的喔 所以到底他要帶來什麼樣的好康呢 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這一道就是 我自己本身在健身後 會快速準備的一道料理 因為健身之後如果要補充肌肉的話 蛋白質這個一定要 那也需要碳水 那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實這個比例最好是4比1 什麼4什麼1 碳水4 碳水4 這個有點跟大家的理念不一樣 因為很多在健身人會覺得說 我不要吃碳水 碳水要減量 對 說減糖大家就不敢吃白飯 對 但是對於肌肉修補來講 其實碳水還是有它的作用在 對 所以蛋白質是1 然後配4份的這個碳水 像地瓜或者白飯 對 都是這樣子 好 我先下一點油 這個是一個炒飯 蛋炒飯 但它跟一般的蛋炒飯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我們著重在雞胸肉的部分 事前它已經醃製好了 對 這個雞胸肉有稍微抓醃一下 因為雞胸肉要炒得好吃 就是要不柴 那我們就抓醃了 也加了一點點的麵粉 一點點讓它更滑嫩一點 有加蛋白嗎 還是說有加什麼去醃嗎 沒有 但是我之後 等一下我會炒蛋 那怎麼樣會比較滑嫩 就是加一點點麵粉 一點點麵粉粉類的東西去把它 口感 對 口感 再去炒一下 那如果我沒有 像是我們如果有吃素的人的話 我要如何把這個 健美生雞蛋炒飯 把它弄得是素食可食呢 如果是蛋奶素就用蛋 如果是全素的話 就可能要用豆類 豆製品 對 所以我們的這個量也是1比4嗎 對 沒錯 大概炒到8分熟 就可以掀起來 這樣子炒就比較快 對 要分開 對 我先分開 然後我現在來炒 它不讓肉變柴 對 要保持嫩度 接下來我就要下這個蛋 先下一點油 我們有建議說橄欖油最好 還是說有些有什麼 亞盲人油 酪梨油 基本上這油就是要不飽和脂肪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像是 植物油 植物油 像橄欖油 就是牙麻油 植物油 對 植物油 植物油 那葵花油呢 也可以 葵花油也可以 可以快速炒一下 這是不要動物性油 只要不要豬油那一種 鵝油那種就可以了 對 我們迅速地把它炒開 對 所以如果家裡有那種 青春期的小朋友 然後很常運動的 其實也可以做這個給他吃 對不對 那媽媽們可以任意變換 裡面的配料 除了雞胸肉之外 你還會建議如果用什麼替代 或用什麼加也滿對味的 你說雞胸肉嗎 對 如果把雞胸肉拿掉 你可以換哪一類雞胸肉 我們可以用牛肉 對 用牛肉 或者用海鮮的話 海鮮的話可以用蝦仁 也可以 這樣有可以健美生肌嗎 對 蝦仁也是 也是一個高蛋白質的 鮭魚丁也可以 對 鮭魚丁也很好 而且用鮭魚丁的話 我們還可以不用油 我們直接用鮭魚的油來炒 對 炒到差不多之後 我們再把雞胸肉加進去 有 對 所以我們媽媽們立刻就現學了 三道菜可以來電通 健美生肌蛋炒飯 今天用的是雞胸肉 可是如果想要吃蝦仁 木海鮮 鮭魚 然後或者是牛肉 都是一道菜 如果吃素的 像馬場是吃素的話 它可能就會增加蛋的份量 或者是加一些豆類 豆腐之類的 好 還沒放嗎 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 對 我們最後還要調味 調味我都放最後 這個是白胡椒粉 鹽巴 鹽巴 這幾乎都是吃原味的 對 很淺 你也沒加什麼味精味素 沒有 好 因為雞胸肉本身 就會有它自己的味道 它原本有醃製過的味道 抓醃一下 加一點醬油 所以都是比較簡單的 好 炒到飯會跳就可以了 我聽說健身的人 都是吃很清淡 盡量不要有什麼調味 這是為什麼 因為調味料就是 鈉含量會過高 鈉含量過高的時候 會影響代謝的能力 對 大火快炒五分鐘 祖雄現在完成了 健美蒸雞蛋 炒飯上菜了 對 完成了 讚 很香 粒粒分明的 這個大火快炒的 這個蒸雞鹽煮的 試試看 對 很嫩 而且其實我覺得味道還滿夠 真的抓醃了之後 小朋友應該會喜歡 對 我們的調味料都沒有用太重 然後那個雞胸肉 幫我注意一下 就是它的表層 其實有一點脆脆的感覺 因為就是抓了一點點粉 而且裡面好軟 而且其實對於一些腎功能不好的人 如果要吃這種增肌減脂的這種餐的話 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今天腎功能不好 你一天大概抓你的雞胸肉的量 大概抓兩百克左右 大概就差不多了 對 那就是剛好吃完這一碗就夠了 一天 為什麼不能吃太多 因為你如果腎功能不好 你蛋白質如果攝取過多 過多的蛋白質會一直有腎臟代謝 你就會產生蛋白尿 尿尿可能就會有泡泡 就會造成腎臟的負擔 就會不好 可是他們還是可以健身 只是就是攝取內的這種蛋白質 一整天是兩百公克 對 兩百公克 一整天啊 對 那很少耶 我說兩百公克是雞胸肉兩百克 對 那如果它換成其他的肉怎麼辦 可以稍微換算一下 因為一般來講 蛋白質類大概是六十克左右 六十克換算成雞胸肉 大概就是兩百克 所以這樣子其實比較能夠吃飽 對 雞胸肉可以吃比較多一點 這樣一碗沒有炒標可以吃 一碗沒有炒標 而且其實這樣一碗飯這樣炒起來 這個飯量也還蠻驚人的 那運動前後什麼時候吃東西會比較適合 運動前也要吃嗎 對 運動前也要吃 剛才醫師有講 45分鐘內我們叫黃金補充起 運動之後的45分鐘內 對 所以我們就要把握這個運動後的時間 去吃你的代謝率也會好 然後身體需要即時的時候給它 它就會即時進行修補 如果來不及就喝高蛋白粉 對 已經非常多研究顯示 半小時或45分鐘 前後差異肌肉生長速度差了兩倍 對 因為你需要的時候不給它 它就會從別的地方拿 那你的補充就會 整體的那個影響就會非常大 好 健美蒸雞蛋炒飯 還有什麼時候才應該正確吃 學到了嗎 交給你囉